本集節目由無限魂玩具社贊助播出 光榮與粉絲團可以點擊說明欄連結 最新的四驅車與相關連結在這邊 找不到的也能詢問老闆喔 嗨大家好我是Master 今天我們要來坐四驅車 這次要坐的也是新漫畫出的車子喔 就是 這一台 極速斧頭Mark II 這台是出自於新漫畫的第六話 藤吉長大後正式接管了三國企業 經營的也是有聲有色 但是也已經胖的跟球一樣 連走路都需要集氣幫忙了 這時候的藤吉依然在追求小淳 但是變成用爆發戶的追求方式 想當然小淳是不會接受的 在這時候藤吉的員工也出現在四驅車店 而且還跟小淳有說有笑 這真的讓藤吉打翻了出壇子 藤吉用一疊鈔票要員工自難而退 沒想到被員工數落要求決鬥 最後變成了 誰贏誰取小淳的戲碼 藤吉把店內最貴的零件通通買下來 把他原本的車子急速複捨魔改了一番 跑到一半了 沒想到開始解體了 最後衝出跑道輸給自己的員工 看見這一幕的小淳 嘆了口氣 他也看得出來 藤吉已經變得太多了 這句話直接戳進了藤吉的心裡 慢慢回想起自己當初還是日本隊代表的種種 沒想到對自己的員工土下座 希望能再比賽一遍 被誠意感動的員工 願意載與藤吉較量一遍 這時候藤吉要管家叫來微笑車 並拿出最一剛開始的極速斧頭 將車子大幅輕量化 最後極速斧頭Bug2誕生 比賽再度開始 極度輕量化的極速斧頭 一開始就有了表現 輕盈的重量表現出流暢的轉彎 但員工這邊氣勢也沒輸 一直緊追在藤吉後方 比賽在白熱化的時候 藤吉居然跳下輔助車 開始跑了起來 變得越來越像以前的藤吉了 最後直線衝刺 藤吉直接爆氣 再直線使出了改良版的直線閃電跑法 最後藤吉反敗為勝 一完賽之後小淳自己上前詢問 難道我要嫁給藤吉了嗎 沒想到藤吉居然自己退出 離開了四驅車店 而員工也在因為跑出老闆 而直接放棄結婚 結果小淳在一日內 獲得同時被兩個男人甩的成就 比起其他篇 我覺得這個算是比較溫馨一點 而且相較起來 比較不會太扯或太誇張 對人還蠻喜歡這篇的 好那麼故事簡單講完之後 接下來就趕緊拿來開箱組裝啦 GO 好的 那麼這就是他全部的零件 比起極速眼鏡蛇 他這個車殼的顏色就正常了許多 不再是那個很奇怪的藍色了 然後底盤的部分呢是MS底盤 這個應該也是藤吉車種裡面 唯一台中式馬達的車款 好這是他的底盤零件 螢光黃的胎框 然後黑色胎皮 裡面一包零件包 還有附一顆馬達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貼紙 哇這個貼紙也是非常的閃亮 而且看起來好像不多 最大的數字是24 不過有重複 如果大家有貼過以前的極速骨頭 就可以知道這個藤吉的車 真的是非常的難搞 希望這台的貼紙是有經過大幅改良的 不要再讓玩家玩得很痛苦啦 好全部看完之後呢 現在來幫他折磨 好那麼磨都整好之後呢 接下來就來開始進行配色啦 首先是他車殼的部分 其實他原本車殼就已經非常的漂亮了 所以如果有喜歡這個車子的 可以直接貼貼紙上去 都是非常適合的 再來就是底盤的部分 我們可以先拿出這個封面圖 這個底盤感覺應該是銀色的吧 所以我們來把底盤的部分零件 就是這種比較大塊的都把它噴成銀色的 然後其他的黑色零件 就把它當成是一個對比色 再來就是輪胎的部分了 他這個輪胎的螢光黃其實也都蠻不錯了 不過看起來還是有一點塑膠感 所以會再幫他多噴一層螢光黃上去 把他那種塑膠的光澤蓋過去 導輪的部分的話 目前還沒有什麼想法 我們再一邊做 再來一邊看導輪色什麼顏色好了 好全部都配完之後呢 我們就趕緊來把它洗一洗啦 來上沙拉脫水 然後把這些要噴漆的 通通把它丟進去 好給他泡一下 再來把它晾乾 好 breng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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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